A級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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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解我們的作品介紹 因為漁船他們採用的都是A級藍油 而A級藍油呢容易造成氧化碳 以及碳氫化的物 所以我們才做出這個作品 我們的作品呢可以利用小型的電力 然後以及磁液的排斥力 然後來代替漁船使用A級藍油 首先呢 我們先看到我們的 滾動裝置 滾動裝置我們主要是用兩個磁鐵 一個是S級 一個是N級 當他們達到靠近 活塞的時候呢 可以做一個吸排斥力的動作 而我們採用四個磁鐵在滾動裝置 提高我們整體的效率 接著 看到我們 活塞的磁鐵 磁鐵有連接兩根鋼絲 主要是可以 代替漁船使用連桿 然後來帶動整個活塞運動 好 接下來我們 請看我們整個 運動的絲衣圖 有看到了 當我們滾動裝置 在滾動的時候 當我們N級跟S級的磁鐵 靠近活塞 會造成吸排斥力的動作 而每次吸排斥力 都會造成一個 去敏軸的轉移圈 這就是傳輸動力 以及我們 漁船模擬裝置 的產生 好 接下來請下一位同學講解 我們的部件介紹 接下來我要介紹我們 作品的部件 首先呢 我們的滾動裝置 是從網路上找模板 放進雷雕機裡面製作 最後再把它一片一片的 組裝而成 讓它做一個旋轉運動 帶動我們的磁鐵 針筒跟針筒中的磁鐵呢 我們在模擬活塞跟氣缸 當滾動裝置的磁鐵 跟針筒中的磁鐵 在做一個吸排斥力運動時 連接我們下方的連桿 帶動我們的曲柄軸 做旋轉運動 而曲柄軸我們選用木頭 再做車窗的車工 因為木頭的好處是 既輕量化又牢固 接下來我再介紹我們的調速器 我們的調速器採購了 Arduino電路盤 用來控制我們馬達的轉速 最後由馬達再連接我們的滾動裝置 來帶動整個滾動裝置的速度 運轉的速度 剛剛我們有提到 我們的作品呢 主要是利用小型的電力 然後以及磁力 然後去改變漁船 傳統使用A級燃油所造成的汙染 而當然呢 我們的作品也有出現很多瑕疵 也有感性的空間 所以接下來我要向各位老師 介紹我們的未來展望的部分 首先 魚船 他們現在大多使用的都是四缸引擎 而我們採用的是二缸引擎 當然我們要 希望以後用在船上的裝置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二缸引擎 轉換成四缸引擎 然後用以符合我們魚船 採用的引擎形式 接下來 我們的裝置如果裝設在魚船上呢 可能會因為風浪的問題 以及船舶的重量 會增加它的負載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磁力可以加強 接下來我們的調速器 因為我們的調速器是手動的方式 所以很不方便 我們希望以後裝設在魚船上呢 我們的調速器 可以融入在我們魚船的控制系統裡面 然後以達到方便的控制 調整轉速的目的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產品介紹 部件介紹 以及結論 以及未來展望的部分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各位老師